台灣民眾啊 信仰最虔誠的媽祖娘娘了 到底呢 媽祖娘娘這個法力有多神呢 有多麼樣的神機呢 其實呢這個電視劇裡面都有拍 而且還是對面的電視劇拍的喔 把這個媽祖娘娘拍的不只是美啊 而且真的是神啊 神到不可思議啊 多神呢 看看片段 是媽祖 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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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謝謝媽祖 你救了我們的船 卡古 你救了我們的生命 我以為你能夠在這時期 我們會進入困難 你來吧 對不起 你明白我的話嗎 媽祖 你看媽祖的大愛 多麼樣的感人啊 外國人一樣都要受到他的保佑 而且是多麼虔誠的一個信仰啊 所以你看這個不是在開玩笑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呢 在這個東南沿海一帶 媽祖娘娘會成為最虔誠的一種宗教 信仰的一個神明呢 睿大哥 對 沒錯 你看對岸拍的這個媽祖的電視劇裡面 有啊 我有看 講得多好啊 很多啊 媽祖烙營門 那還不稀罕 因為你看台灣小媽祖對不對 包括這個大甲正南宮出巡嘛 很多的地方白沙屯等等啊 那麼也常常到梅州去 就把抱著神像這樣過去嘛 對不對啊 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過 很多有趣的事情 因為抱著神像 很大的神像坐飛機 要依規定你不能抱著 你要幫他買一個座位 對 沒錯 有一次就因為這樣 整班飛機全部delay 你知道為什麼delay嗎 因為飛機 這個機長跟空姐說 有一個人沒有上飛機 所以不可以開 所以只聽到廣播喊一個 林茉良女士請登機 林茉良女士請登機 到現在都沒有登機啊 原來搞一半 林茉良女士就是媽祖的神像 就抱在身上 那事實上媽祖在台灣 為什麼那你小媽祖 會怎麼那麼信仰她 那跟這個台灣海峽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啊 因為媽祖是海神嘛 對不對 所以跟台灣海峽有關係 那宋代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所謂的正飛 那元陶皇帝 把他視為所謂的天飛 那後來我們現在為什麼 很多媽祖叫天后公 跟一個人有關係 會取名叫天后公 跟一個人有關係 那個人叫師郎 不是鄭成功 是師郎 為什麼呢 師郎事實上是一個 能爭善戰的人啊 那麼其實他一開始 跟著鄭成功的爸爸 這個鄭志榮 一度投降清朝 後來鄭志榮不是被殺了嗎 鄭成功造反對不對 然後鄭成功後來退退退退退 退回了台澎金下降等等 那他的大將叫師郎 可是師郎這個人個性就是 他比較脾氣比較硬 那時候有一個鄭成功的部下 就是換了軍法 他要處置 那這個人是鄭成功的愛將吧 所以他就跟鄭成功的親屬 等於說拜託啊 求求你啊 求情啊 就不殺了 不殺了以後呢 他翻臉啊 軍法無情啊 不殺的話 我怎麼統治其他的人 對不對 他偷偷把他抓來殺了 偷殺啊 殺了以後你知道怎麼整 你知道他們這個鄭氏家族怎麼整這個師郎嗎 全家都殺 你知道嗎 把師郎全家都殺 他僥倖逃離 你要是師郎你會怎麼樣 你當然就 我想盡辦法要滅了你鄭家嘛 對不對 所以他跑去投告康熙 那康熙也給他福建水師提督 不過那時候當官呢 要money 就是要錢 要錢 要打點 要貪污 等等啊 那可是再加上敖拜當政 那敖拜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守派 所以他一直不動 一直不批准那個師郎攻台的 一坐 一坐在北京 一坐那個官啊 海上的大將去做陸地的官 做了13年 這怎麼做得順啊 後來康熙因為這個等於說 不是平三番嗎 再來就是要收台灣 所以後來又重用師郎 那師郎啊 本來照理來講啊 這明正的這個水師 正能公所 兒子鄭青這些水師是很厲害的 清朝不是他的對手啦 所以師郎去訓練了很多 包括武器 包括海戰 包括打造這個戰船 包括風信幹什麼 一直到那一天時間到了 終於打過來了 那天是這個明正在台灣第22年 然後呢 打過來了以後呢 他們在澎湖海戰 跟劉國軒 劉國軒也是明正時期 很厲害的一個將軍 然後呢 兩個人在澎湖啊 這個有時候說啊 這就是命 為什麼 師郎雖然很厲害 但是在澎湖一開始打戰的時候 是輸的 他是輸的 為什麼呢 因為風是順風 對這個鄭家軍來講 他們那個帆船來講 他們是順風的 很抱歉 誰順風誰就贏 你知道嗎 包括炮彈打過去 距離就比較遠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那兩個時程 其實啊 劉國軒站的上風 就沒想到時程一過風轉了 哎呦 整個轉了 整個對調 轉了以後呢 變成 變成順風 是站在師郎這邊 師郎一看這樣子就 打 你知道嗎 所以把劉國軒打得坑慘 總共 等於說明正這邊呢 水師一萬兩千多個人 非死即傷 俘虜五千多個人 這真的是逆轉 大小戰艦啊 俘虜跟擊毀了一百九十幾艘 劉國軒就帶著殘部逃回台灣來 那其實要開戰的時候呢 要從福建過來的時候 師郎這個傢伙很厲害 你知道嗎 他知道啊 清朝的這些水師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 什麼叫士氣嘛 對不對 又怕打輸嘛 又名正水師很厲害 他就說好 媽祖 他就用媽祖的名義啊 就跟媽祖祈求 因為海戰就是靠媽祖 他就拿一百個銅錢 那銅錢你要知道 有正面負面嘛 他說現在就跟祈求 媽祖娘娘 如果我海戰會贏的話 請給我正面 你知道嗎 用一百個銅錢 用拔的就對了 在全體的官兵之前 就拔拔下去 媽祖顯靈啊 為什麼一百個銅錢拔下去 九十八個正面 兩個反面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媽祖顯靈 所以表示我們我們贏了啊 這機率多低啊 而且還把這個台子 抬給所有的官兵全部看過 所以阿兵可以看 哇神明都保佑我們認定 我們一定贏啊 所以就拔下去了 拔下去了 後來不是在澎湖打贏了嗎 打贏了以後呢 四郎隔天到澎湖的天后宮 那時候叫我們媽祖廟就對了 媽祖庚這樣 去那邊拜拜的時候 他一抬頭發現 媽祖的神像 可能是因為氣候的關係 額頭上有水滴啊 類似那種水滴雨滴啊 那種潮濕啊 那衣服濕濕的 他心生一濟 他這個人詭計多端啊 心生一濟 立刻突然站起來 燒相又站起來說 各位鄉親父老 昨天我們海戰的時候 我遇到媽祖娘娘派天神助陣 媽祖娘娘拉著我的手 然後呢天神在前面開刀 然後我們就打贏了 你看各位看 媽祖娘娘的神像裡面 竟然還有海水啊 還有碰到水啊 就所有的人一看 哎呦 額頭流汗你知道嗎 旁邊都是海水 哇不得了 澎湖就把這個消息 傳回來台灣了以後 那台灣不是因為 已經澎湖已經打輸了嘛 所以當時啊 你要知道 到了鄭家第三代 政客所王 也就是把他哥哥政客帳 給幹掉的那個政客所王 然後呢一聽 完了完了 神明也幫忙他 水師也幫忙他 天都幫忙他 所以最後才投降 那投降了以後呢 康熙其實很聰明 他下了一道命令 他等到詩郎準備打贏 要來接受的時候 下一個秘址 詩郎不得踏上台灣半步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鄭成功他們家族 殺了四郎全家 現在鄭克爽率領 全台軍民一起投降 如果四郎上去的話 那一定殺回來 會不會全殺啊 你知道嗎 所以呢不准他上去 後來只有讓他能夠上岸 祭拜他家人 然後就不准了 那麼四郎呢 他後來就奏請康熙 就直接說 這個整個海戰 收復台灣都是 馬祖娘娘的功勞 所以一舉就把馬祖娘娘 從天妃赫封為天后 這就是台灣所謂的馬祖娘娘娘 都叫做天后宮的最主要原因 好啊